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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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琴非常枯燥 而且感觉特别难 所以我就坚持不下去 直到9岁的时候 我才浪子回头 当时是因为我年纪也开始慢慢大了 很多事情就慢慢开始明白了 就觉得 哎呀 家里那台琴 因为当时是一台历史的试坦威 是我父母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所以我觉得 哎呀 这么宝贵的琴 就在那搁着 那岂不就是浪费吗 我就觉得 得开始学 嗯 又开始重新学习 没错 然后呢 后来18年的时候 就开始跟张老师学 嗯 那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契机 而爱上了弹奏音乐 没错 没错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张老师 嗯 张老师呢 也是逃离满天下 而且呢 曾经还获得过阿神 为您颁发的移民的奖项 来褒奖您就是多年来呢 在音乐交流和音乐教育方面的成就 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么二十多年来 您一直在坚持音乐教育的初衷是什么 其实这个初衷 要谈到初衷的话 还是对音乐的这个热爱 嗯 是 因为这个 这种热爱就是从小学 我也是从小学生 我们家也是音乐师家 我父亲是作曲家 所以也是这个 从小接受父亲的教育 然后从小开始 一步一步地走到这个现在 就是每天在音乐里边 也是一种对自己 就是说这个世界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自己拥有的一个世界 就是觉得天天在里边 是一种痴迷 是一种陶醉 嗯 是的 是的 您也把自己的成就呢 又传给了更多的 年轻的一代的人 对 因为我是觉得这个 就是说 音乐是用来分享的 是的 很多程度上是用来分享的 教育实际也是一个 分享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对小 对喜欢音乐的孩子 或者不喜欢音乐的孩子 我们都有些时候 是统统对待的 嗯 然后就是我们的 在启发孩子这方面 就是怎么让他喜欢音乐 怎么让他欣赏音乐 嗯 这是我们最想做到的事情 嗯 是的 这也非常的难啊 非常困难 但是您显然就已经做到了 这一点了 嗯 其实每个老师都有他们自己的 一些教学的方法 嗯 都有成功的一些很多例子 嗯 但是我觉得我的 对我来说 我觉得让孩子喜欢音乐 这是最 主要的一个 是非常有意义 对 因为这个音乐可以 伴随孩子 你可以教技术 也可以教理论 嗯 但是 伴随孩子一生的 是热爱音乐的这个 是的 是的 也只有有热爱啊 才能坚持下去 没错 是的 那这次呢 您也是指导了 中西合并音乐会是艺术总监 您可以跟我们谈谈 这次在整体的创新方面 您是怎样具体的指导的吗 其实中西结合的这个音乐啊 就是形式啊 并不是特别的 就是说 在我们老一辈革命 就是老一辈的音乐家 不是革命家的音乐家 像显星海啊 这个 就是这个 赫鲁丁 就是老一辈革命家 这些音乐家 都其实在 延安时期就开始 利用西方的这个音乐理论 来 用中国的素材来创作音乐 最著名的黄河大和尚 实际上是一个 这些音乐音乐的 很多 很多 张节都是副调音乐 都是西方的古典音乐 东西 然后现在中国的舞台上 你可以 平凡的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中西结合的一些例子 比如说大地形跟二胡的结合 小地形跟什么二胡的结合 树形跟琵琶的结合 很多这样的例子 其实在加拿大的话 我们在尤其在温哥华的舞台上 也是就是你可以层次不多 就是很多的这种例子可以看得到 是的 是的 这次其实也是非常创新的一点 就是东方的这个音乐之王古征 和西方的音乐之王钢琴的合奏 都是由利利谢来完成的 那这次呢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创新 可以跟我们详细的讲一下 你为了这次的演奏做的哪些准备 是怎样做到呢 首先这里呢要感谢三位老师 一位是钢琴老师张老师 还有两位是坐在屏幕前的Iris范 范老师 以及我的古征老师叶念叶老师 没有这三位老师 我绝对是我一个人是真的不行的 这次的创意是跟几位老师一起 共同探讨完成的吗 最早是Iris范老师提出来的 契机呢 是一次张老师的学生音乐会 嗯 当时呢我弹了钢琴 也弹了鼓针 而且还客串了主持人 嗯 这一呢其实小小插一句 就是我当时呢还刚好在美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 担任少儿栏目的主持人 非常多赛多艺 没错 所以呢当时就也有机会就可以主持那个节目 嗯 然后当时范老师 嗯 正好呢就坐在台底下看 嗯 他看我说哎 你既然能弹鼓针还能弹钢琴 要不然试一试自己跟自己合作呢 我说这怎么怎么合作呀 是 自己跟自己怎么弹呀 当时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啊 是 但是后来呢Iris就跟我解释 就说 试坦威钢琴呢 Sphere R 嗯 它有功能就是你可以自己录 嗯 然后它完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用那个电脑的APP 然后自己来弹 嗯 都说哎 那这样好呀 这样我就一个人可以 诶 有钢琴有鼓针 一个人就弹好了 是的 所以这个创意是Iris老师提出来的 嗯 然后后来呢我们就开始跟我北京的燕燕老师 嗯 因为燕燕老师她不在加拿大这里 嗯 所以其实我们后来上课也都是通过线上 就是网上啊这样来上课 嗯 然后我们就开始商量选曲 然后呢 怎么弹 然后怎么合 然后呢 中间要做一些改动 一些编曲之类的 嗯 没错 是的 因为我呢也是在演奏会的现场 所以我看到真的是非常完美哦 而且呢非常震撼 很多观众呢 都是觉得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觉得说第一次看到这种就是自己哦 就是说跟自己好像是一种就跨时空的一种合奏 就是通过这个高科技 还有我们跟我们的这个古代的古增结合 非常的完美 没错 就像是中西融会 对 古今贯通 是的 对 给大家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呢 那我们将继续请张老师以及莉莉呢 与我们分享他们的音乐之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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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